我叫吴小天 今年32岁 我是最近网络上小有名气的 世界首例的脑机接口植入患者 我先去上海精神卫生中进行一些肠胃的治疗的 那么后来的话就是治疗的效果就是不太理想 那么后面的话就是去那个去进行这个电极治疗 因为电极治疗在精神科里算是最后的一个大杀器了 杀手键确实是很有效果 做了12次 但是一般来说12次之后就差不多就好了 至少能好转一段时间 但是我身上始终有背负着一个魔咒一样的 好景不长这三个四个字 好像永远都是追随着我 仿佛就是抑郁它是一条黑狗嘛对不对 黑狗上面在我这边就是 黑狗上还有文身 写了四个字好景不长 最终通知入组的时候是哪个感觉 感觉就是你被你在得了抑郁症的状态下 好像我是被终身监禁了 突然有一天说 你有一个机会 你到某个监狱里面 你去跟那个黑帮大佬 给他套点情报出来 我就可以给你一个机会去让你就 直接让你就获得自由了 我真的没想到老天真的开眼了 那种感觉 我是感觉到心窍就上来的 就是欣赏这边 就下边就上来的 一股能量 就感觉 I'm back 你这个OK对准了 开始充电了 充多久的话 看你自己 如果说看你的电量有多少 这个跟很多因素有关系 比如说我如果这有很多汗的话 它会影响到这个无线充电的一个充电效率 我这个我自己想的 应该是这样子 然后的话还有那个衣服 它其实也会有点影响 最好就是直接吃脖 把它穿上去 穿上去之后 然后再穿上衣服 这样子 穿那么就你看 稍微有一点不对 他妈就报警 基本上75%以上 我会比较安全的 对对 最佳的话是95% 工作室它不是简单的高兴 对 这个问题提的非常的好 但是就是说 因为我这个东西 是世界首例 就是治疗抑郁症这个东西 所以说 你会给它贴上一个标签 工作模式就让你开心 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它是全面的提升 包括你的认知能力 你的各种逻辑推理能力 你的表达能力 你的共情能力 都会大大的提升 你像玩游戏 我身上有一层护盾一样的 我感觉 比如说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在骂我 我所谓 你骂呗 那以前的话会很敏感 你才说过一句话 你知道吗 杀不死我的 终将会使我更强大 当花瓣离开花朵 暗笑 残留 所以你觉得你会对这个机器 传生依赖性吗 依赖性这个怎么去理解 对 你比如说你吃饭 你每天都要吃饭 如果你不吃饭你就会死 那你对于饭是不是有依赖性呢 这个药你要吃 然后你会越吃越大 量越大 比如说平时吃一粒 然后吃到十粒二十粒 三十粒四十粒五十粒 到最后你身体就休克了 这个叫依赖性 但是如果说你每天吃那么一粒 两粒的样子 可以维持出你的整个人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 这个就不叫依赖性 它不是电子鸦片 并不是 并不是 这个是人类对于未知事物的一种恐惧的心灵 所自己造出来的词 电子鸦片最早是处于是什么 是电子游戏 是网络游戏 它照搬过来了 我觉得这个很不严谨 情绪的主人永远是我自己 我这个脑机接口 它是作为我的一个辅助的一个道具 通过它来帮助我 实现一个我想要的一个情绪 一个舒服的一个状态 摆脱抑郁它 就好像是打狗棒一样 你懂我意思吗 抑郁是一条黑狗 那我这个脑机接口是打狗棒 盖棒的那种 狗看到都犯处 直接把它赶走了 就这种感觉 那你觉得这种好景会长吗 我觉得会永远持续下去 因为已经早就已经度过了 早就已经过了我这个考验期了 你在这你知道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我经历了多少次切换吗 数千次 还不足以证明吗 对不对 再生于 wisely 对不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